昨天開始放寒假了 不過在網路上流傳了一段影片 有學生是齊聚在桃園一間連鎖壽司店用餐 但是因為不明原因 他們突然之間開始大吼大叫 即使店員勸阻也不理會 這偷緒行為引發網友批評 餐廳大聲尖叫不斷喧嘩鼓掌 高舉雙臂大喊一群學生們 身穿不同制服來自各學校 不曉得什麼原因嗨成這樣 但同學們這裡不是包廂炒成這樣 其他人都快沒心情吃飯了 影片中的地點位於連鎖壽司的桃園分店 網友將這段影片PO上低卡 說大吵大鬧 很不尊重員工跟其他客人 來自五校的高中生聚集一起用餐 尖叫聲充斥了整間店 有目擊者回聞說 店員前往勸導很多次也沒有用 不少民眾看完這段影片也是搖頭 如果我要進去吃飯 看到這樣鬧慌慌的 我就不會選擇這家店 我覺得是有點吵也不太好 在裡面用餐一定會影響到 我用餐的心情 也是覺得不是很好 但是如果說可以是包廂的方式的話 就是不要有其他的客人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會比較好 連鎖壽司店對此沒有做出回應 雖然放寒假了 不少學生心情都很好 不過在公共場所還是得注意飲料 接著桃園贊宏報道